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2日9点36分联合报记者乌宏伟及时报道新北市新庄区今天凌晨上演警匪追逐,嫌犯因车上藏有毒品,担心被警方拦查会被发现,瞎速逃逸进巷弄中流窜,甚至海盗车冲撞,突然警因担心他会暴冲,当机力断拔枪对空鸣枪,这才让嫌犯乖乖束手就擒 陈姓嫌犯30岁是在今天凌晨40许,下驶银色小轿车在新庄区明安路一带,因刑计可疑而被巡逻远景 盯上,光华派出所警员蔡克英及王亮杰随即上前要进行拦查,没想到陈嫌看到远景,性加速驾车逃逸 嫌犯先是驾车逃入巷内,两名远景跳上警用机车在后方紧紧追赶,陈嫌剑甩不掉远景,甚至 倒车冲撞,并且直接将远景的机车拖行十几公尺,但远景反应迅速,当场开枪遏止 警方随后在嫌犯车上查获七包彩虹毒咖啡,三十一颗一粒棉,甚至还有两包 疑似大麻种子,全案依防害公务及毒品罪嫌将他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两名远景追捕毒贩,最后只好对空名枪阻止他逃逸 记者乌宏伟,翻设分享警方在嫌犯车上搜出多包毒品,甚至还有两包疑似大麻种子 记者乌宏伟,翻设分享只要五秒多功能运动手环,限量运动包,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